大家好,我是李夏 继续来给阳台花园种花 这一次要种的就是这个白掌 也叫一帆丰盛 这个名字好吧 大家有没有发现 它跟这个红掌还是比较像的 只不过这个开的是白颜色的 所以它才叫白掌 这个白掌 它的这个叶片浓绿观赏价值极高 而且它的这个花期也是比较长的 自然花期在五到八个月 如果是室内养的话 温度合适 一年四季都可以开花 现在就去给它挑一个盆 这个白掌和红掌一样 它都是这种漏制根 所以选择的花盆 最好透气排水性要好一点 如果选择这种透气排水性 没那么好的树子盆种的话 那么这个土的透气排水性 一定要非常的好 我觉得这个盆配这个一帆风顺 这个白掌还是挺漂亮的 所以我就用这个盆来种 所以我就选择这种透气排水性 很好的防捞土来种 如果你想自己配的话 可以用这种四份辅业土 四份田园土加两份核杀配置来种 因为这个花盆它是有点高的 所以我在盆底加了很厚一层的这个桃栗 作为沥水层 现在就可以往里面加土了 想买这个土的花油 可以微信搜一搜立下原意 就可以找到了 把这个红掌这个白掌给取出来 这个根还是很白很发达的 稍微把这个底下的根给它松一下 这样就可以把它放到花盆里面 继续加饼 然后提一提 拍一拍 这样就要做好了 这样就让它动手 这边就就做了 谢谢你看 这个红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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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再给它浇透水 浇透水之后就可以搬去缓苗了 把它放在阴凉通风的地方 缓一个星期左右就可以 可以